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月二十四日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昨天和今天明顯感覺暖了很多 我們今早的低溫 都是下降至大概二十三至二十五度 比起昨天早上 都是高了一至三度 我們現在受著比較潮濕的 偏南氣流影響 見到維港看出去 都比較多低雲 低雲也為我們元朗地區帶來有霧的天氣 橫蘭島的能見度 也曾經下降至一千米以下 我們再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個位置 我們元朗也有一陣薄薄的雲帶覆蓋著 不過我們預計今天部份時間都會看到陽光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大致多雲 局部地區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而日間亦都有機會 部份時間是有陽光的 早晚我提醒大家 都是有機會有點霧 日間部份時間有陽光 市區最高氣溫有機會上升至二十九度 而新界再高一兩度 天氣比較嚴熱 大家要留意 吹和喚的藍至東南風 我們亦預計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會去到六 一個是高的水平 天氣開始有點像夏天的天氣 如果今天星期日有甚麼活動 戶外外出去玩 要留意 要像夏天一樣去準備 要做足防曬防暑的措施 我們一齊看看天氣圖 看到氣溫的預報 香港這個位置 黃色和紅色是比較暖的空氣 我們看到未來幾天 都是受著一些比較潮濕的偏南氣流影響 仍然天氣比較溫暖 不過去到本周中 很明顯看到開始轉風 也在我們北邊 藍色、綠色 這些是比較涼的空氣 開始會壓近我們元朗地區 所以其實我們都展望 偏南氣流仍然會在未來一兩天 影響著我們 所以我們天氣也有機會比較嚴熱 日間也早晚有機會有冒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預計星期一、星期二 最高氣溫都有機會去到28、29度 我們亦都留意 去到星期三 看到氣溫稍稍微下降 由22至28 星期二的溫度下降 香港到星期三大概21至24度 因為我們預計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後風 會在本周的中期影響我們元朗地區 我們亦都再望遠一點 本周後期 開始看到一些黑雲和下雨的天氣公仔 因為我們預計的高空擾動 會在本周後期 有機會為我們華南 以至元朗地區 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到時有機會有些驟雨 和有些雷暴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我們這個星期 有明顯的一些天氣變化的情況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祝大家週末愉快